今天是4月9日,星期六,今天教會禮的讀經是《厄則亨爾先知書》第37章21至28節 這裡描述猶太人被俘虜到巴比倫,過著悲慘的生活 《厄則亨爾先知》就在這段上安慰,用天主的說話安慰他們猶太人 天主不會忘記他們,天主仍然會許樂他們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 為他們很大的希望,這麼苦難的時候 《約望福音》第11章45至56節,這裡描述猶太人,包括大師祭和首領 到了最後一階段,決定要犧牲耶穌,殺害耶穌 他們的大師祭蓋佛就是這樣說 決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的滅亡 為你們有多麼好處 我密觀今天這兩段經文有兩點的體會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就是,在福音上比較吸引我 耶穌剛剛在伯特尼,很接近耶路撒冷的地方 復活了拉薩禄,復生了拉薩禄 所以猶太人被這個奇蹟所吸引 很多人相信了猶太人,很多人相信了耶穌 這裏就是因爲耶穌行了好大的奇蹟 他們因爲這樣又相信了耶穌 不過也有一部分人,也有一班人不相信耶穌 這班人就去,所謂告密 就是要走去猶太人的首領那裏 師仔那裏,控告耶穌做了這件事 繼續是這樣涉毒天主,或者是想排制耶穌 這裏給我感覺到,無論發生什麼事 做了幾好的事,事上都有兩種意見 都有兩班人,一班人可能就是附和 一班人就是支持,另一班人始終都是反對 這裏就是我體會到,在我們世俗的環境 這裏就是事上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政治的環境,兩個黨,兩大派黨,選舉 都是這樣,一定有不同的意見 抗疫,即是清零,反對清零,或者是同意清零 打針,或者是不打針,都有很多反對聲音 無論一件事是多好,都有些不同的意見 有些意見可以被其他人包容 但有些在社會裏造成一些很混亂,或者抗拒 矛盾的現象,甚至有些是掃諸暴力 見到很多不同地方的示威等等 不過這裏我看到,一獨是天主,一獨是耶穌 他的心懷是開放,即是他沒有分開兩樣 他是接受所有的人,除非那些人徹底 違反聖神,抵抗天主,是依從魔鬼 不即是耶穌是完全接立所有的人 天主對所有人的慈悲,天主的愛所有的人 耶穌願意大家的人都能夠合而為一 所以這裏有一種一的感覺,一種合一共融的感覺 這裏是天主信仰,基督的信仰給我們一份很大的禮物 何時我們彼此戶愛,能夠看到在共融合一中間 雖然我們有不同,不過我們都是有多宗之一 一種合一和共融,有喜樂和平安等 何時我們看不到這些標記呢? 這裏可能就是有魔鬼邪惡的一種出現 第二個體會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看到大師仔的蓋法 他好像很正確,就是他看到,他政治很正確 他看到猶太人當時被羅馬人所統治 他說如果讓羅馬人知道,有一個救世主在他們中間 又可以行其職,也可以聚集到那麼多群眾 又得到那麼多人支持,一定會不容許他們這種政治狀況 不容許這種情況出現 所以判斷到耶穌為猶太的族群是有害的 會讓羅馬的兵士,羅馬的皇帝會加害以色列的群眾 不過在蓋法心目中,這個大師仔也清楚耶穌是真天主 他就是墨西亞,因為從他們種種的現況 種種耶穌所行的事,行的奇蹟 我相信他作為大師仔,他都明白 他都知道這位是來自天上的使者,天主子 不過他好像政治的考慮 他政治的正確好像就有點蒙蔽了他的心 他做了政治正確的判斷 我寧願是覺得他還用另一種原因 叫一個人死,就是一個人犧牲了一個人 為大眾的福利,那就更加好 以免全民族滅亡 這個好像理智上很正確一樣 很有道理,很合乎利益 不過我們怎樣對這個慈悲和公義 放肯這種抉擇上呢? 我們明知道一個人來自天主,來自天上 尤其是自己的族人 他可以帶來啟示天主的信息 他為人都是好的,善良的 他願意把這個人,耶穌交出去 所以他內心做了一個 違反了他們這份公義的選擇 沒有了一種最基本的慈悲和公義的基礎 本質上就是犯了一個… 本質上就是在自由的選擇 失去了自由 所以這裏如果對照現在我們社會的景況 或者有時自己都會面對 究竟我是否面對一些… 一些情境的時間呢? 我究竟是選擇走政治正確的路線呢? 因為我比較堅持耶穌的… 耶穌的教導,有一份慈悲,有一份公義 以公義和和平為基礎 去作出我們心靈的抉擇 我們內心是…走向哪邊 這個範圍是… 我想今天的讀經,今天的福音 邀請我們每個人去… 回到自己的內心那裏 我們有沒有這種勇氣去承擔… 耶穌所帶來這個世界的一種慈悲公義和寬恕 我面對這些…挑戰的環境的時候 我又可以怎樣抉擇? 有同事… 因為這兩… 世俗的通常是兩班人 究竟… 究竟我站在哪邊? 我… 我是站在合一呢? 站在… 耶穌… 合一和平呢? 彼此相愛的… 一方呢? 還是… 一些… 抗衡耶穌的… 勢力的地方呢? 所以這些…我想是… 我今天要祈禱到… 看到這兩點的體會 所以跟大家… 都分享一下… 這個是… 值得我們死巡奇… 我們… 回顧一下… 我們自己的生命… 尤其是面對一些… 環境… 尤其是… 現在的… 政治的… 景況… 很多… 為我們… 生活上都不少考驗… 究竟… 我的位置… 那一點啟發… 我怎樣… 聆聽… 天主的聲音… 我自己的良心… 怎樣回應… 這一份… 慈悲… 寬恕… 公義的召叫… 好… 今次就跟大家分享這裡… 求主… 打伐聖神… 去光照我們… 每個人的內心… 讓我們的良心… 變得很… 很敏感… 敏感… 敏感於天主… 那份慈悲… 敏感於天主… 賦予我們… 每個人… 有份… 公義的… 一份… 一份… 讓聖神… 都帶領我們… 事常都能夠… 朝著慈悲… 和公義… 這個方向… 作出… 生活上… 種種事物的… 好… 主有各位…